我在香港工作了快一年了 自己开了家公司 今天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顺便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我是今年年初来的香港 走到高材 全称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我有一张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毕业证 这学校还可以排进了世界前100 这就满足了高材的要求 通过学历来升高材是非常方便的 把学位证毕业证成绩单上传就行了 这些东西都有序列号 鉴别真伪特别快 交上去之后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申请通过的邮件 我是元旦刚过完申请的 一转眼春节都还没到 我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就已经办好了 港府的办事效率是真的可以 但是那个时候申请的人可能也比较少 来香港之后 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拓展了一下海外业务 我现在的收入可以分成三块 写代码 做咨询 还有录视频 写代码就是接一些外包的软件开发项目 跟赛博朋克里头的拥兵任务差不多 干一份活收一份钱 在香港接海外项目的体验很顺滑 像会议软件开发工具 都可以和客户无障碍的对接 所以我就可以专注于项目本身了 而不是深入学习网络知识 然后像咨询的话 在香港我也可以和海外的咨询公司合作了 最后一块 录视频也是一样 来香港之后 我就可以合法合规的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了 这块的收入 现在每个月也能有几千港币 其实跟高的收入比还降了 主要是今年我大部分精力 还是放在了鞋代码上 视频做的并不多 不过这个情况 接下来要改变了 包括我还要招人 这个一会儿细说 其实香港生活方面 我能分享的并不多 因为我这个人太宅了 我都不怎么出门 我能分享的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些 比如房子确实贵 我租的房子离深圳非常近 但对香港来说 这地方就很偏了 可即使是这么偏的地方 一个月也要一万多港币 不过这房子在香港也算大的 我是一家三口住这边 所以租了个三十一厅 但这也只是厅着大 其实都不到五十平 每个卧室都很小 最大的一个也不到六平米 然后这边也不只是住的贵 吃的也贵 交通也贵 啥啥都贵 不过这边也有一样东西很便宜 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 便宜到让我觉得震惊 就是上网 我给家里搬了个一千兆的宽带 一个月是138港币 关键是这个一千兆 可不只是下载速度一千兆 它上传速度也是一千兆 而且这个上下一千兆 不是给你随便连个测速站点 图个心理安慰 它是真的连网站的速度 是实大实的上下一千兆 就像YouTube这种服务比较稳的 两三个G的视频 30秒不到就穿完了 而且这个宽带给的还是公网IP 搞个私人网盘 搭个小型服务啥的 真是香港就搞了 而且还没完 它游戏体验也非常好 像我玩海外游戏 基本上都在香港有服务器 香港这个城市的面积又不大 玩的时候延迟 真的都是个位数 就经常有队友直接在公屏上发消息 就问我延迟为什么这么低 就说真的也挺难受的 因为玩了菜了都没法甩锅 然后在香港 我还观察到另一个特点 就是它线上经济不发达 但相应的线下经济就非常热闹 这个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 像网购外卖都没有内地那么方便 但重新适应了实体店消费之后 就真的体会到了香港名字里头 这个港字是什么意思 大船一靠岸 真的什么都有 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小店铺 一个个都是白宝箱 就比如像MetaQuest 3 这个VR眼镜 我朋友圈里还有人在求购 我直接下楼直走左拐 就有一家店在卖 估计后面索尼任天堂 发新的游戏机 或者各种海外的手机 我如果想的话 应该都能在我家楼下500米 方言内第一时间买到 后面如果想录新品首发 那真的太简单了 搞不好我这边的大船 比官方样机都快 然后生活其实就是这些了 我其实挺没生活的 下面咱们就还是社会工作 来香港之后 我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海外的技术进步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我一直都在关注 今年也做了一些实践 包括其中一些项目 还开源做成了视频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声势 是在往下降了 但这并不是坏事 如果咱们看一眼 技术发展曲线 就会发现 社会对一项技术的第一波期待 降下去之后 还会慢慢的升上来 而这一轮拉升 往往就是伴随着 技术实实在在的进步 纯靠炒作的技术骗局 也不是没有 但很明显 这轮人工智能浪潮 并不是虚假的 像GPU算力的进步 神经网络算法的进步 都是非常扎实的 而大语言模型 就是这种进步逐渐累积之后 在全球范围的一次公开展示 这可是没法造假的 但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 它不是技术的问题 而是发展动力的问题 你看现在的人工智能干的 就都还是锦上添花的事 比如在会议软件里 总结一下缺量内容 在笔记软件里头 生成几道文案 就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去干那些兵兵兵兵兵的事 这对吗 这不对 但像大企业 它就只能这么干 你加大业大的 不能随便冒险 可是技术变革期 就是需要一些冒险 需要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 天马行空的去尝试 就比如工业革命的前夜 就得是文艺复兴 它就得出一个达芬奇这样的人 搞一些没什么明确的 科学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事 说白了就是瞎搞 就哪怕的最后 并没有搞出来 什么划时代的产品 但它对全社会的启发 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这种事注定了 学校导师不愿意干 企业也不愿意干 只能个人或者小团体去干 我就挺要干这种事 我自己的创造力高峰期 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我可以把 有想法的年轻人聚起来 而且香港这边相对内地 还有一些政策和地缘上的优势 不过这个是第二步 第一步 就是我打算认认真真的 先把视频做好 那为什么跳到做视频来了呢 首先越是稀奇古怪的点子 就越需要一个好的 呈现载体来展示出去 人家达芬奇 是世界名画摩娜丽莎的作者 各种设计手稿 解剖手稿 也都是一等一的水平 要真是潦草的乱话一通 那可能也就没啥人看了 那对应到今天 最流行的载体形式呢 无疑就是视频 所以我要先研究明白 怎么让视频吸引人 而且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人多了呢 那后面我们搞出来的点子 也就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它的意义呢 也就会更大一些 而且我还能找到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想实现这个目标 频道呢 就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内容范围要扩大 视频呈现方面呢 也要提升 首先现在的内容本身呢 我是很自豪的 像我知道有一些 大型企业的经理 高管 甚至是CEO这个级别的前辈 也会偶尔看一看我做的东西 当然先不说都是谁 后面呢 我可能会约着这些行业领袖 做点访谈节目 先不剧透 但这事呢 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观众群体 疑似有点精英化了 这个圈子注定就不会特别大 但是呢 我也不想为了迎合 和吸引更多观众 就去改变我做的东西 说实话呢 我也没这个能力 我在数码消费方面呢 其实挺无趣的 在现实生活里头 我也只是一个 没什么情绪波动 很乏味的一个人 所以接下来 大家会看到的第一个变化 就是频道出镜 会多一个人 就是李小白 未来小白呢 会给频道带来一些 更时髦 更新奇好玩的东西 像产品体验呢 活动探展呢 同时呢 他也会去开拓一些 新的那种形式 比如短视频上之类的 反而跟年轻活力相关的 就都交给小白了 而且跟小白合作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小白在女性群体里 明显要比我更受欢迎 就我跟他出去坐飞机 空姐呢 都会凑过来 问他面包好不好吃 就我坐了这么多年飞机 为什么从来都没人 问我面包好不好吃呢 这就是比较说明问题的 就我们频道后台数据 可以看到 现在的观众性别比例呢 B站这边 女性观众是8% YouTube呢 就更极端了 3% 这就不是很健康 我觉得呢 这事上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所以呢 和小白合作 也是希望他能在这个方向上 发掘一些新的观众 这方面频道的进步空间 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呢 就正式说说招聘 现在小白在深圳 我在香港 我们俩呢 是合作关系 并不是谁领导谁的关系 但我这边的内容形式呢 更合适一些 所以这次招人的事 就都由我来说了 这次总共呢 是三个岗位 深圳两个 香港一个 深圳那边呢 是跟小白一起 然后呢 有个事挺有意思的 就是小白的场地 其实就是七里之前 那个地方 挺俏的 深圳的两个岗位呢 第一个就是科技数码编辑 主要工作呢 就是写东西 长的话 就是十分钟以内的视频文案 短的呢 就是那种一两分钟的 短视频文案 或者短的博文 要求呢 就是写东西 要有比较强的逻辑性 从一个点 跳到另一个点 要很自然 很顺滑 而且分析问题的时候呢 能做到客观 不带入自己的偏好 还要有一些网感 知道各个社区 里头流行的是什么 专业能力上呢 就是要对数码产品 有全面的了解 对科技产业呢 也要有一定的了解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 而且语言表达能力强 能很顺畅的 把东西写出来 最好呢 对于剪辑 也能有一些了解 这样写东西的时候呢 能把画面也考虑进来 大余的话 就是一万六到两万 然后像十三星 无显一金 这些最基本的 都是有的 第二个岗位呢 就是适应剪辑 这个岗位呢 主要就是拍产品和剪视频 所以要懂拍摄 要会制作一些简单的动画 还要会使用剪辑软件 深圳那边 现在用的呢 是Final Cut Pro 所以这个是硬性要求 而且呢 还得会调色操作 基本的色彩原则要知道 然后因为拍摄 和剪辑的工作不会很多 所以剪辑这个岗位呢 也得对科技数码领域 有一定的了解 能一起探讨选题 能写一些短篇缝的内容 适应剪辑这个岗位的大余呢 是一万到一万四 同样十三星和无显一金 也都是有的 最后一个岗位 就是来香港和我一起 我之前呢 都是在家里头办公 但我马上呢 就会租一个办公室 可能是在沙田 也可能是在上水 香港这边的岗位呢 就是剪辑 我这边的内容呢 都是讲讲科技产业 或者录一下 我自己做的项目 拍摄的东西并不多 但我很需要一个 好的剪辑师 来改进一下 我的视频呈现形式 我现在的视频呢 就是完全没有后期 这一点对于 真正看内容的观众 可能无所谓 但它的播放量呢 也会有一个 挺明显的天花板 因为大众肯定还是喜欢 节奏快一点 刺激强一点的东西 我现在需要招的 这个伙伴呢 工作量可能不大 但任务还挺重的 就是呢 我们可能要一起摸索一下 我的内容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 呈现方式 还要一起把这套 工作流给建立起来 我现在呢 已经很习惯 随便一写 随便一录 随便一传了 但是如果要合作 完成一个内容的话呢 这套模式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专业方面呢 这位朋友得是一个 剪辑方面的全能选手 能加转场 能做动画 能搞音效 这些呢 都不用很精通 但是都得灰 而且也得有一定的 画面素材搜索能力 这个岗位呢 还有一个特殊要求 就是要有香港的合法 逗留身份 优才高才都可以 香港学校毕业的也可以 我的公司呢 是可以给香港毕业生 开ING工作签证的 续签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岗位的 大余的话呢 是2万到2万4千港币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 应该匹配 更高的目标工资的话 你也可以在简历里头 另付一页写清楚 但你要写到 让我这样一个外行 都能理解 为什么你的能力 应该匹配更高的薪资 所以也需要你有 比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我想要的呢 就是在视频的呈现上 有一个质变 成本呢 其实都好说 简历的话 大家可以投到 游箱lytechatoutlook.com 这个游箱地址呢 我在视频简介里 还会再写一遍 如果怕打错字的话 可以直接复制 邮件开头呢 一定要注明目标工作地点 是香港还是深圳 这样我和小白呢 就可以把两边的简历 快速区分开 招聘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在各个平台的账号上 发一个通知 告诉大家 然后顺便说一句 小白刚发的那个视频呢 要抽一个iPhone 和一个华为折叠品 有兴趣大家 没参与的观众呢 记得去B站频道的 置顶动态留下评论 后面小白会开个直播 在动态评论里头 选两位观众 现场把奖抽了 行的就到这了 我是林毅 咱们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你不用订阅 我用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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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黑家 我用黑家 比较 你一涨 最爱 你刚才